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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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个星期 因为动物园要涨价了 那当然针对台北市民可能是没有什么变动 如果就是说 像我以前 非常久的时间我都非常喜欢去动物园 那如果就是说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针弦 那在针弦里面来讲的话 因为这盆其实已经三年多了 然后呢 所以那天有朋友问到 就说那这个部分呢 那他是不是什么 就说 有什么问题啊 我是觉得就说 这不是他有什么状况 他应该就是 它是有点老化的 那这个当时候就是一坨一坨 然后他自然呢 就一直长得这么贸密 那时候我就把这个部分呢 把它挖除了 最近有一些蓝鸟都开始来轰炸了 这个阳排 所以可能会供一些养分 那这个是我们 我就放了那个 木炭嘛 大家看一下前两个事情 那那个木炭呢 就被包围了 那我也觉得他有一些浸化的作用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针弦的状况 那像这个就很好啊 那他这个是被木炭那样包围的 所以他现在就非常强壮 大家看不出来 他原来是一个木炭 这个是一块石头 那上面也本来就是有些灰台颗了 然后他 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是说 大家等一下看一下那个猪乳 动物园猪乳河马旁边 有一区这个就是针弦 大家都觉得说针弦不知道在哪边有 那天我看到那个蒜台里面有朋友 他是在田边有找到针弦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他平常的状态是这样 其实如果就是稍微斜面来讲的话 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是在那个 是一个在一个墙壁上 那所以就说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你看他这边有稍微 就是有一些 隆起的状态 那他就不 比较不会产生像刚刚那样的状态 不过当然是因为这一区来讲的话 他是才长了一两年 所以他算是比较年轻化的蒸弦 那这上次我们展示过 那就说因为我把这个 蒸弦跟这个木炭重新搭配 但是这个其实是本来是从那个老化的蒸弦拿去过来 然后他呢 溶解又重生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他现在这个东西 这边来新生来讲的话 都非常的绵密 好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 这都是同一个时间取得的蒸弦 其实我当时候呢 这个都是这样一小坨 就像这个耳卵石这么大 一小坨一小坨 那这个是经过几年的时间呢 那这个中间也是因为他有一些黑化 然后被我挖掉了 放了一块 这个石头 但他太像了 那他又重新 长出了这些 然后还有一些 第一魂在里面 那些还蛮漂亮 所以当时候我并没有 因为他那个有些黑化呢 把它丢起哦 那大家可以做这样的尝试 因为可能 这个新开后苔藓 他经过几年的时间呢 当然因为这个 他并没有其他的这些草质 来步行他嘛 所以他其实是非常完整 那就是他自然生长成这个样子 这个猴子区的这些的木头上的青苔 是不是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这些 Horio 是同时 productivity 的 你们这次 早就看 problemas 是不是 黄戴 我们下次我们 多留aken 大家 那 acce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是蛮支持票价长的 这两只海英他们住的地方很小 好像被隔离 但是他们还是有很认真的在看这个青苔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真的是很好 满满的这些动物到处都是这些青苔 然后可以达到两种墓地 大家可以欢迎大家赶快去海北市立动物园 那大家刚刚都看到那个 就是猪肉河马旁边呢 有整区的这个 呈线 那像这个来讲的话 就像刚刚讲的 它其实是在这个盆体外面呢 那所以它呢 就没有泡在水里面 或是跟其他的谷所接触 那这中间本来我是有CD台 然后后来我就把一些灰台颗呢 给它混搭进去了 然后这是一个多肉盆 然后修一支 就这样子 很多不同的这个青苔呢 混搭在一起 然后再加上这个蒸绳 因为它们也都相应的挺好的 所以它就是说 在一个比较干燥的状态呢 它呈现的是这个软型的这个顶端 其实我一直都蛮喜欢台北新公园 那大家有空的话 也可以去那边 青苔的种类 然后到处都有 也都蛮完整的 所以可以看动物 然后呢 又可以健行 然后还有很多的青苔哦 OK 好 那不用点赞订阅跟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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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m